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点小钱的 在当警察的弟弟叉的忽悠下买了股票 结果赔得一穷二白 在大街的另一头 一对锻炼身体的小夫妻 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尸体 身为警察的叉 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发现这个死者死得很怪异 就剩个皮包骨了 在此后的几天中 河边陆陆续续挂掉了很多人 这一现象引起了警察们的重视 最终把线索确定在了这个叫西谷的地方 润土为了多卖药 继续献殷勤 陪院长却打了高尔夫球 院长在打球的时候 一直不在状态 而且暴饮了很多水 最后直接整个人都冲到了水里 等到润土赶过去救院长的时候才发现 院长整个人早已变成了皮包骨 插来到西谷后准备开始调查线索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于是他决定睡在车里 在西谷旁蹲点 醒来后直接吓傻了 河边全是皮包骨的尸体 在专家们的研究下 终于搞明白了事情的起因 原来是因为这些人在河中误食了虫卵 感染上了一种名为铁线虫的寄生虫 感染症状为暴饮暴食 因为铁线虫的繁殖需要在水中进行 所以所有的患者都会跳进水中死亡 专家根据科学小常识 决定给患者们吃点蛆虫药 看看能不能起点小作用 但是这个铁线虫 肯定要比一般的小虫子要厉害 不但没有用 而且食用蛆虫药的人都因疼痛而死 这时润土发现自己的家人也出现了被感染的症状 多亏润土及时地阻止了家人跑向水源 才救了他们一命 越来越多的人被寄生虫感染 有水的地方就有尸体 整个城市乱作一团 国家启动了紧急应急 在警察局查案的X 看到了自责的西谷门卫李大爷 李大爷在无意中看到了有人把病狗放到了西谷里 狗的症状跟现在患者的症状尤为相似 但是李大爷怕游客知道这件事情后不再来西谷玩耍 于是隐藏了这个消息 但没有想到搞出了这样大的事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 专家们发现了一种可以杀死铁线虫的特效药 消息已经放出 所有人都在哄抢这种特效药 但是由于库存实在太少 几乎没有人买到 当局担心传染者们暴动 于是把所有的感染者都关在了一起 当然润土的家人也不例外 政府命令制药企业快速生产特效药 但是由于设备的老化 过了好几天 一颗药都没有生产出来 润土凭借着公司的熟人 好不容易才买到了一盒特效药 大发善心的他 把药分给了路边的孩子 自己只留下了三颗 却没想到被其他人看见 在哄抢中药被踩成了粉末 政府一看情况如此紧急 强制制药公司公开特效药配方 但是没想到请求被公司的董事会驳回了 发现事情不对的差 马上开始开展调查 发现特效药都在短短的半天时间内 被固定的人员买走了 而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买走药的正是制药公司的人 因为特效药的缺少 造成了大量的感染者死亡 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 被迫准备高价收购制药公司 X找到了一个制药公司的研究员 终于在X的逼问下 研究员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制药公司本想研究出一种 治疗脑部疾病的药物 但是研究这种药物的前提 就是要让铁线虫寄生在哺乳动物的身上 终于经过了层层的努力 变种铁线虫被研制了出来 在这个时候 制药公司被另外的一家企业收购 新来的老板 终止了治疗脑部药物的研究 这就意味着 之前的努力全部都白付出了 愤怒的研究员们 决定用铁线虫来赚钱 于是投放了携带铁线虫的并购到水里 并将大部分的药 藏到了仓库里 想借机大赚一笔 X为了就更多人 逼问出了仓库的地址 带着润土前来拿特效药 结果不仅特效药被烧 就连研究员也被灭口 没有办法的润土 只能竭尽自己的权利 冲进制药公司 找到制作特效药的原料 并将原料送到各大制药工厂 大量的特效药被生产出来 患者们都被治愈了 而罪魁祸首 制药公司的牢走 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虽然结局还算是圆满 但是最后还留下了一处伏笔 有一具尸体飘到了远方的海上 这意味着又有一场 寄生虫与人类的大战即将展开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想挣钱没错 但一定要有下险 总之恐怖不过人心 听说美的人都点了关注呢 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个电影见 拜拜